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做的是一个 成就别人的事情 他们都被成就了 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成就感 他们也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们 一直在做非常不一样 然后很有趣 然后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大南方创新针今天要继续来聊聊 生活风格式及新经济 上一集的节目里 我们邀请到了Hewen创设计的 创办人Eric跟Louis 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还有他们一路以来 受到市场欢迎的原因跟脉络 一个不到10人的小公司 却在10月底完成了一场 三天累计30万人辞的大型户外事迹 这样的风潮会是一门好生意吗 或者只是短暂的流行呢 今天这集我们要继续听 Eric跟Louis来谈谈 他们对市集新商业的看法 我们应该不用跟听众朋友解释太多 什么是市集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在文创这个概念普及 然后市集也流行化之后 市集经济百家争民遍地开花 过去可能比较风情是在北部 在台北 现在就是台湾全世界遍地开花 那你们怎么看待生活风格 市集这个生意跟他的商业模式 尤其这个类型的活动 在他变得越来越普及 跟越来越流行之后 大部分可能都是入场都免费 然后背后可能都会有一个赞助商 可能是政府 可能是企业品牌 会有一个预算的支持 可是像这样的商业模式 就是很仰赖干爹 如果是必须要靠客户预算的话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的商业模式 会变得比较理想跟健康 就是说当然干爹的钱还是要收 但是也要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这样子 我觉得这题就是还是举我们自己为例 就是其实刚刚有跟那个各位听众分享 就是其实我们从2017年开始 我们本来就没有透过政府或是一些干爹干妈 其实当时我觉得刚好是能support我们活动成长 很重要的关键因素是 因为活动不是我们一开始的本业 我们的本业是在做参设计规划相关 那因为刚好做这本业 这个参设计服务相关之后 我们有透过这样的服务 在市场上面产生一定的利润 然后support我们做出我们 当时在这个条件来源 很拮据的状况下 我们尽可能呈现我们想要给大家看到的画面 所以后面我们就衍生是 有我们自己公司的IP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是Lahue Market 或是2019出来开始Mori Market 那到后面我们开始衍生很多主题活动 可能像霓虹派对草石器等等的 这些IP或是活动类型的本身 后面都没有任何政府的资源 所以并说其实我们纵使是不用靠 政府资源或干点干吗 我们都可以策划办理这样的相关活动 但当然变成是说刚刚有提到是 后面它的商业模式 其实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就是都会我们后面到后期 可能从2018年开始到2019年 然后开始从高雄市政府 到屏东台南等等之类的 那或到文化部 那我们就开始有政府经费 开始挹注进来在活动里面 让我们可以去做更多画面的呈现 跟尝试之外 那其实我们后面也衍生 更多的商业模式就是 我们其实有很多是跟企业单位 然后或是品牌活动 所以其实我们公司的服务 下面不是就单纯说 就是以接政府标案 或是政府的补助为主 其实我们同时是 还有很多是比较偏向是 商业类型的活动 可能像企业的家庭日 野餐日 或是他们原本企业在年度 可能有一些会办回馈 乡里的活动 那他原本都是比较封闭式 inhouse的这种活动 但我们后面就是透过我们的关系 用同样的经费 但我们同时让他可以满足 inhouse的需求之外 我们同时可以让外部民众 重新包装之后 让外部去参与这个活动本身 所以我们也因为 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变成企业形象 变成是说 我们到后面是可以解决所有 只要有办活动单位需求的这个单位 我们都可以全部整合 所以我们会变成是说 会有时候在后面这题会分享的是 可能像我们商业模式 然后大家可能会更想了解的是 哇 这样办活动这么辛苦 有没有毛利 有没有赚更多的钱去support 一定有 不然我们规模不会扩大 但也因为是 其实我们有时候是会把活动当作是作品级 所以像道理参作物语 我们就是把它当作品的方式在做 所以可能政府或是中央有经费的补助 但我们其实就会在额外 挹注我们的资筹费用 让整个活动办得更完整 然后画面更好 所以商业模式的架构 其实对大家现在认识 我们可能就是以活动的类型本身 我们其实在想下一个 下一年下五年的规划是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有更多 衍生商业的模式出来是 接下来可能大家会看到 我们把整个活动数位化 我们会把可能后续的行销 然后金流 然后到相关的 我们也有规划是 接下来会有封闭式的售票活动 那我们当然会变成有售票的情况下 我们会把内容办得更精致之外 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园区 会有固定的内容 再来就是我们想要改造台湾的夜市 我们会有做固定据点的 这个尝试的发生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现阶段大家知道我们的是 我们是以不固定点主题式 然后有时效性的活动为主居多 但我们接下来其实在 我们团队在思考的可能性是 我们怎么样透过现阶段 我们整合完大家所看到的呈现 去把这些资源再跨到下一个阶段 去做更多的尝试 所以负责管商业模式的是谁 负责管商业模式的是 Louis 其实对 Louis为主居多 对 对那所以你们刚刚Eric有说到了几个不同商业模式的发展 那对你们来讲就是拥有自己的IP 然后再透过其他的来自客户的这个经费支持 可能是对于你们在整个商业模式的维持上面 是一个还算健康的状态 我们现在看起来目前都是非常健康的 可是我自己的主观感受观察 就是说市集虽然从来没有退流行 可是也越来越通俗化 流行嘛 反正水能在州亦能复州 就是说流行这件事情 他某种程度也代表了他流于通俗 那通俗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只是当市集成为每个周末的日常风景 以台北来说好了 可能我光是花一个周末的下午 我从台北的信一信天地 走到中校东路的丁考商圈 再走到西门町的话 我大概至少可以看到三到五个 就是小规模的市集 然后比较可怕的就是说 他长相大同小异 然后商家品牌的内容 也五花八门 也什么都卖 可是卖的东西同时性很高 就是每一摊都会有人卖北套 每一摊都会有人卖项链 每一摊都会有人卖羊毛站 每一摊都会有人 就是每一个市集 这样子 走过去都会是这样 然后旁边一定会配备街头艺人 然后他们唱的歌也 大同小异也都是唱告武人 维里安 周星哲 这样子 你们觉得这几年 大众对于风格市集 或者是露天野餐的这个追逐 会不会因为 会不会因为疫情 或者会不会因为这种 同质性的活动 越来越同质化 然后越来越通俗化的关系 然后导致 大家对于市集的热爱会退烧 那我补充一下 就是 其实我们觉得做市集 它其实也是在做品牌 就是如果你把品牌的概念 导入到这个商业模式里面 你就会发现 你会想要做出 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 那像我们一直在做的 就是我们一直在告诉 我们的受众 其实Lahue Market 它就是一个品牌 Mori Market 它也是一个品牌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活动 基本上都会有露出 这些相关的东西 对 对 那也因为这样子 就是这些民众 他会更记得住你 那像现在虽然市集 小规模的真的很多 但它能被记住的 真的少之又少 所以我们其实从 Lahue Market 跟Mori Market之外 我们向下延伸 我们还会去做几个 比较大型受众的一些IP 比如说刚刚有提到的 草食记 或者是一些咖啡的主题 或一些更大型的 或是导致餐桌 我想一定被非常非常多人记得 对 就是这样子的IP 那会去显现出我们 在市集这一个产业里面的 一个独特性 那民众也会更追随我们 然后更爱戴我们 对 这就是我们 那再提一下 就是我们 其实在做品牌筛选的 这个部分 我们是非常的严格 其实我们的网页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会先做 第一批的严格的筛选 就是大家可以来报名 对 他的报名的程序是这样 你要先被我们选中 你才有报名的资格 对 我们会那个网页是 他是有这样子的功能 那后面我们才会再依照长次 然后去再筛选出 适合这一场可以出来的品牌 对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市集里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 每一场 他都会有不同的品牌 他不会从复兴 他绝对不会很高 那每一间都有他的独特性 然后甚至是来自全台的市集品牌 他们会 应该说这些摊商品牌 他们会来到我们的活动 然后来做参与 对 因为在过往以前呢 其实中南部 就是我们还没出来之前 其实有很多摊商品牌 有跟我们分享 其实他们以前在跑市集 其实基本上都要跑到中北部 因为中北部才有 他们觉得符合 他们品牌调性的市集 对 他们都必须得这样做 是直到我们 其实在南部出来以后 他们非常感谢我们说 真的非常谢谢你们出来 我们真的不用再这样子跑到 跑到北部去 中北部了 对 那现在因为中南部的这个市集产业 其实被我们 其实也是有一点 有一些带动 对 带动以后 其实现在很多中北部的市集 也都会往南跑 你说中北部的 专门跑市集的台商品牌 不是 举办市集的单位 所以举办市集 对 他们以前其实很怕来到高雄 或者是南部举办活动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市场 没有市场 然后加上他们觉得摊商的收益会很惨 所以他们不敢来 可是其实我们做到了很多 就是我们证明了 其实南部 就是有那一个很好的发展 还是有这样 对 还是有那个空间跟受众 对 对啊 那可是谈到竞争 谈到我们把市场也做起来了 谈到差异 那我们就不免来谈谈竞争者这件事情 我自己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啊 近期跟那个Lachew有关的市集活动 你们自己有投入或者是主办 或者是共同合作的活动 就包含嘉义高雄 高雄就总图爱河 然后有在彰化 然后刚结束 岛屿参作物语在台南 那其实第一个先谈外部竞争 外部竞争谈有几个不同的层次 就是说先谈岛屿参作物语 光是同一个周末 台南好像就有五六个 不管是市集也好 或是什么节或什么展的 同类型的这个户外活动 然后有的在市区 有的在 我对台南不熟 反而也就是遍地这样子 那有的活动之间 甚至还联名共同推广 共同性效 那我们刚刚在录音前也聊到了 就是说 你们做出了一个差异性 你们做出了一个这么盛大美好的 岛屿参作物语 接下来你就会看到 非常多的仿效者 我们就在开玩笑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 有另外二十个就是 叫岛屿什么什么什么的活动 然后也会再看到另外二十个 叫什么什么什么蚕着的活动 然后还有另外二十个 叫什么什么物语的活动 这样子 你们的活动明天会被拆解成三个部分 然后被几十个单位的抄袭 这样 对 外部竞争这件事情 你们怎么看待外部竞争 你们怎么看待 后来的这个仿效者或是follow人 因为毕竟以台南来说台南就这么小 那我们就算把台湾这个home market也很小 你们怎么看同质性这件事 同质性这件事情 其实这我一定是很官方啊 讲那个我们都是一直以来都跟自己做比较 但 不要再假装自己是那种很红的女明星好不好 但这是官方说法啦 但就是以我们是Lahue的创办人的说法 其实会变成是 回到本我 对回到本我 这不是代表官方立场 没有 就主要其实会变成是说 我觉得我们一直尝试在做的事情就是 改变户外活动的生态 跟组成的模式 看从2017年 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是 我们从做文创 以作为消费者做文创嘛 那到后面我们做参测的主题事迹 那到了2018年年底之后 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做了 把参测这个项目撇弃掉 那我们以活动的主题为主 去做内容规划 那到了最近这几年 从20年21年22年 到刚刚上礼拜刚结束 到一餐桌乌鱼 其实我们尝试的把很多 我们觉得很有趣的内容 可以再增加跟民众品牌互动的体验 加到这个活动里面去 所以在刚刚最开始的时候 聊到说 我们其实也还满自豪是 可以把一个户外的市集 办成演唱会规格 那其实上礼拜有来参加 我们活动的这些乐团或演出者 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开演唱会 还有开专场 那其实他们也很多 很有跟我们分享 很多很感动的事情就是 他们其实没有想到 去年有参加的那个 像南希肯恩 我们讲那个其中一个乐团 那也是我们第一次邀请他 到我们的活动里面 也是去年岛屿也是我们第一次 尝试跨入做音乐的这件事情 那他其实去年到今年 他很大的感受就是 哇去年其实真的 他第一次到台南 然后到岛屿参作物与参加 然后演出的时候 有很多的受众 都是在那一场次认识他们 然后到了今年 他又以作为表演者的身份 重回这个舞台上面之后 人次更多了 然后粉丝也变更多了 然后也更多 透过活动有更多的消费者 也认识他之后 又新的认识他们的粉丝 其实他说 他们就有跟我们在 其实表演结束后 跟我跟Louis讲说 他也希望每一年 他都可以作为表演者的身份 然后再 我们都讲登岛 再回到这个岛上 然后让更多人 去分享他们的音乐 还有感动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 同质化这件事情 还有被 我觉得不要讲抄袭 就是同质化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都说跟进 我说话都很文雅 我刚刚都没有提抄袭这样子 就是跟进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是 对市场来讲是一件好事 就是变成是说 当单位这么多 然后在各个不同城市 提供消费者 或是受众有这样的内容需求 我觉得对于 整个活动来讲 的生态是 整个在往前进的 就我们可以把 更好的内容 大概会开始去 我觉得有竞争才会有成长 那变成是说 当有竞争关系的时候 其实也会迫使我们 哇我们现在 其实在上周结束之后 我们已经在想 明年我们倒一餐作物语 要再做出什么 更多的内容 让突破我们 自己设下的门槛障碍 所以变成是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 像刚刚有提到 我觉得市场 它是不会饱和 它只会被重新分配 那就变成是说 以我们作为 活动内容创造者的 这个单位的方向来看的话 我觉得我们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 像海绵一样 再去吸收 不管是从国内 大家很多很成功的活动 不管是室内外 或是国外的活动 因为像我明天就要去 我们要去首尔 然后去看一下 他们的活动跟内容 然后去吸收一下 这些不同国家文化 跟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然后再把它带回来 整合给台湾的消费者 或是我们的受众 那所以变成是 我觉得当有这样 被识的情况下 我们在所想的事情就是 超越自己 然后为市场提供 更多有趣的内容 然后我们都自己设定是 其实20年 我们转型做活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时候 自己内部有一个slogan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角色 是作为城市生活的提案者 我们可以提案 各种生活的想象跟可能性 在这个城市里面 让大家参与还有发声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会因为疫情前 或是疫情后 或是一些相关的因素 它会退烧 因为我觉得在周末 刚路易斯有提到 我们之前在疫情之前 我们有聊到 就无聊经济 就是我们觉得 周末真的蛮无聊的 所以我们逛逆百货公司 因为不希望他们再无聊 逛逆商场 逛逆夜市的同时 我们要怎么样 去满足我们自己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 这一群受众 我们其实就是在 没有办活动的时候 我们超爱去跑活动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大家无聊的需求 那我们就用 透过用活动的方式 去满足这个城市的大家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在 不管是代表拉徐 或是以我们自己个人立场 我觉得 这件事情不会退烧 它反而会促使 有更多的单位 投入这个市场 在做这件事情 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内容 让这个产业 让台湾市场 让消费者 都可以得到被满足的权利 那我觉得我们自己来去所想的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 再把更多有趣的内容加到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 因为也因为疫情 然后国门开了 边境也解封了 所以我们其实在明年也有规划 有一些相关我们 可能原本以往 有筹划的IP或活动内容 我们就会邀请 国外的创作者 音乐者 还有一些相关的表演单位 到我们的活动里面 让这件事情 可以变得更加精彩 那当然是 我们自己也有所期盼嘛 就会希望说 我们会因为国外有办 一些大型的节日音乐季 我们可能像美国的Burning Man 或是 刚刚有提到在2015年 我们去泰国曼谷的阿爸 其实我们那时候会 得到活动讯息 我们当下如果会排除万难 就买机票飞过去 那我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有朝一日 我们可以做到是 让国外的游客旅客 想要来台湾旅游的时候 会想要来到我们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是 我们一直在强迫自己 长大 然后成长 然后去吸收更多的内容 还有创造更多的画面 让自己变得更好 那我们拉回来台内部竞争 就是说虽然 刚刚那个听起来 很像是官腔 就是我们都只跟自己比较 但事实上 自己跟自己比较这件事情 还是必要的 也还是存在的啦 就是说 你们怎么避免自己打自己 因为台湾最常见的就是爆红 好 来后爆红了 然后呢 从北到南就会开始 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政府 不同的企业 Family Day CSR 员工福利 企业形象日 淨贪 whatever 好 开始 就一直要找你们来做 每一家通通都找上我们 每一家通通指定要你们 每一家 一定要是你们 不然他们不发给别人 做到他们不做 那甚至很有可能 同一个城市 这个局 那个处 那个馆 通通找你们 你们怎么跟自己竞争 然后你们怎么避免自己的活动 不管 或者自己的作品 不管是你们自己自由的IP 或者是代表品牌 或代表客户做的活动 以流域同质化 这个月 下个月 连续几个月 过往呢 基本上是我跟Eric 我们会一起去 主导一个活动 或者是主导一个 比如说 Lahue Market 这样子 对 那因为现在规模的一个成长 那还有活动数量的一个增加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怕的地方 在于我们的变化性非常高 就是变动性很高 所有的人都摸不清楚 我们到底要出什么样的牌 这就是我们最一开始讲的 我们不是相关的活动公司 或有相关的行销地出来的人 所以我们没有那个框架 那现在我们展到这样子的一个规模以后呢 其实我们两个还有再去做一个分配 也就是说刚刚提到的内部竞争的问题 现在就是比较是Lahue Market的话 归那个Eric这边主导 那Morimaki的话 因为以前我是日文系的 那以前比较吸收 你到底是日文系还是法文系 其实我都有 我会引发日韩四国语言 你真的很忙 可是也是因为透过这些语言 其实我从中也学习到很多国家的文化 对 这是我觉得语言带给我一个很不错的 就是帮这份工作有一个助力这样子 对 那像现在的话 Lahue Market就是由我来做主导 所以其实当我们两个不再是同一个一起去 同一组 对 同一组这个team去做东西的话 就他就不会是 若我们一直同一组team 然后去做这个市集活动 他可能就是未来就是会一直长得差不多类似 对 那当现在我们把它去做一个分开的话 其实我们在内部竞争 还是我们就是自己在跟自己竞争 我跟Eric的一个竞争 就是看是他把Lahue Market带得更好 还是我可以把Mori Market带得更好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这个企业 然后接下来这两个品牌 它的发展性 其实是蛮有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 所以你们自己内部可能就是在操作上面 就已经分线操作 然后内容啦 品位啦 然后甚至是品牌的发展啦 行销上面都会有不同的定调跟方向 对 但便便是说我们在必要的时候 又会结合在一起 所以像岛屿餐桌物鱼 我们在里面有做分区的规划 所以有 但比较可能熟知就是 我们这次分了五大区 但最主要三区就是岛屿之森跟岛屿之谷 岛屿之森的筹划就是由Louis统筹 然后岛屿之谷变成是 就是以餐饮为主 所以它的模样就是Lahue Market 对 所以便是说其实 我们有点算是竞合关系 对于外部的竞争者 或是对我们内部其实来讲 刚刚Louis有补充到就是 我们就是竞争又合作 竞争又合作 然后它会长出彼此 我们负责Owner的品牌 不同的模样或样子出来 对 OK 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 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Lahue Market 它跟Mori Market 它的差异性在哪里 就是Lahue Market的话 它是比较延续以前 我们从国外看到那样 比较欧式美式 那在市集活动 你会看到比较多美食的主题 这个品牌 那就可能会有比较是那种什么 热狗宝 异国料理 异国料理等等 比较配欧美类型的食物类型 对 那Mori Market的部分的话呢 它就比较是偏文艺手作 那比较偏手作职人 这一类文青的 那当然餐饮的部分也是会有 那它就是比较属于 散步侵蚀啊 小食这一种的 对 它不会有油煎油炸 这样的餐饮品牌出现 这样 OK 所以你们就是风格上 果然你们可能跟个人气质有关系 Eric就是比较大名大方啊 然后热情啊 然后粗矿之介 所以你你管的类型 就也是这条路数 然后Louis就是比较 稳稳静 可能是从外表上来看 内心如何 暂时不得而知 也是蛮稳静的 对 但是就是比较温文儒雅 比较甜静 然后比较沉稳的这个路线 所以你们刚好一人掌管 一个品牌风格这样子 OK 我们来聊聊产业发展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次出给你们的题目 我都很喜欢聊一些 很大的事情 就是说 你们怎么看待 或是分析风格市集 这个产业的未来发展 因为市场的大小啦 还有举办活动的空间啦 或者是时间评次啦 然后甚至是参与的这个摊位品牌的数量 还有台湾的消费能量 总是会到达某一个极限的嘛 那你们自己创业五年 你们看是说觉得那个到那个极限的时间还早 还不用担心 还是说你们大概已经看到可见的天花板 虽然你们刚刚一直提到就是说 市场这件事情 你们是觉得是可以被重新分配的 但它总量就是那样 对啊 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产业接下来的发展 如果它总量到了 What's next 外国的消费者进来 然后呢 What's next 我觉得总量这件事情 或是活动的下一个阶段 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是比较那个超先天乐观 然后Louis是比较 他又带有乐观 然后又会先保守 但他会去分析接下来的模样 所以其实我们从五年前 大家知道我们的餐车 到做餐车市集 到做主题 到现在我们以活动为主 其实这个背后最一开始是 我们都在思考着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们把一个产业 或是一个产品 或是一个服务 它拉抬到巅峰的时候 它一定必定会有往下降 重整完 然后去拼合的时候 但我们要怎么样 在这个产品服务 还没有下降之前 我们又创造另外一个 商业模式出来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 户外活动会不会有 它的天花板在 我觉得认为 我肯定是有的 理论上肯定会是有的 那只是说 因为再怎么做 你说我们跨到做音乐机 等等之类的 其实那我觉得就是 它一定会有它的极限 每个活动类型的极限在 但对我们来讲是 你怎么样去 再满足更多的不同受众 因为其实像我们 自己会去切受众 我们的目的受众是 25岁到35岁 到35岁到40岁 的年轻跟亲子家庭族群 那便是说 其实我们后面又透过 刚刚可能提到 或是我们帮相关客户 他们的需求 衍生出来一些相关品牌 IP活动 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扩大受众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是谁 所以我觉得 台湾2000多万的人 我们讲2000万人口好了 这一群20岁到40岁 或是在网上 都是我们的族群 我们要怎么样创造 每个族群不同区间 他们喜欢的类型活动出来 那对我来讲 这样它就没有 衍生的天欢版的极限在 就是我可能25到35 有它的天欢版在 我在怎么做 我可能做到上礼拜到 有刚才餐桌物理的规模 以那个金费来讲 我就觉得 哇不行 这样我再玩下去 一定会有需要更多的 相关的预算资源 去做这件事情 是帮舍 但后面衍生 我觉得就是 它我们以 重向来看的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 我们切受众 去看这件事情 市场 它就没有这么快 被饱和 或是市场 它其实它没有 它的限制在 它会成长到 什么样的内容 那但是 像刚刚有提到 就是国外的受众 我会变成是说 去衍生是我的主题活动 后面有国外的创作者 也有去吸引到 国外的旅客来之外 其实我们在筹划的事情是 我们现在目前规划 明年下半年 要去曼谷办活动 就去我们的 活动启发地 办活动 那其实我们就开始是 看的东西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 有很远大的目标 那是要带着 台湾品牌出去吗 对 带着台湾品牌 然后跟当地的品牌住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 那个音乐创作人 然后我们去做 或是艺术家 去做内容的串联 所以变成是说 其实我们在想的 大家认识我们 都是因为市集 那但是我们在想的事情 是不是只有市集这件事 而是市集我们这个 项目功课做完之后 它可以帮我们发展到 哪个下一个阶段 或是它的商业模式 所以我们接下来 其实除了 我觉得从明年开始 我们可能会有 国内外的创作者 在台湾的活动 去做交流之外 我们也正在规划 是要把台湾的 好的品牌 好的活动内容 那带到曼谷 带到新加坡 带到其他城市 因为我们也刚好 因为在之前 去年 因为疫情的时候 我们去年五到九月 就是一个很悠闲的状态 然后开始规划 如果疫情解封之后 可以做什么事 所以那时候 我们有跟新加坡的团队 然后跟泰国团队 开始在聊说 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 刚刚提到的事情之外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IP 活动的IP 授权给他们 在他们的城市办 他们能不能把他们IP 授权给我们 在台湾的城市办 那这样的情况下 变成是说 从台湾的城市交流 或是从台湾这个本体下面 他就多了其他国家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后面我觉得 这件事情可以做到的是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那这件事情 他就会变得更有趣 那你说他会有天花板吗 对我来讲 我觉得他没有天花板 就是看我们的想象力 可以到哪个地方 他就可以成长成什么模样 就我们可能已经不是在看 台湾2300万了 我们看的是各个城市 然后全球的这个部分 对 但是就是说出国跨国交流 是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计划 但是因为市集或活动 这个产业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产业 劳力密集 高度创业投入 高度燃烧 高度输出 这样子的一个商业行为 那你们觉得这个产业 如果要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那个会是什么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谈谈 就是说除了跨国交流 这件事情之外 其实刚刚前面Eric也有提到 包含跟夜市 跟园区的这个合作 或者甚至是经营 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聊一些 就是说未来五年 这个产业要再发展 相对于目前来讲 会有一些更根本性的变化 那会是什么 那又要做哪一些事情 有哪一些行动 好这个可能会有牵涉到蛮多那个结构面的问题 那这也会有相关那个政策面的问题会需要被探讨 那其实我们有蛮多接下来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的项目已经正在进行中 明年应该就会开始陆续都会推出来 那我们现在目前已经 有属于商业机密不能讲的吗 没有我都会讲出来 因为其实在之前 因为Ru就是公司策略长嘛 这边你说他其实会为公司的下一个未来 下一个阶段去想很多的内容 那其实我们在思考的事情就是 像我们公司基本上一个周末 全年52周 每个周末我都在办活动 可能同个城市都有好几场活动 正在进行中 那当这么高频次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在想的事情就是 我们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这五年竟然没有收集任何数据下来 我们对于B端的参与 参与品牌 对于C端来参加的消费者 其实我们有更详细的数据 可以去做一些相关活动的类型分析 那再来的话 我可以给一个大家抛出一个方向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百货的结构 其实在这几年也发生根本的结构性变化 就是美食街的比例变高了 开始更多的楼层变美食的楼层了 大家会因为美食或是因为这个百货所招商的国内外品牌 特别到这个地方来做消费 那市集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能不能把户外的活动打造成移动的美食商场跟美食街 那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 我从前面的数据到我活动里面的所有产生的交易比数 交易金流 我们能不能创造另外一个商业模式是 我有政府的预算 我有政府的经费支持 我跟品牌有收固定的参长费用 那跟广告组也有收相关的sponsor的费用之外 我们能不能撇除这些的情况下 我自己去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出来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是 我们在千年我们有办一场活动 大家可能就觉得说 市集的品牌 参业品牌来参加活动一天的营业额是多少 大家可能觉得说来这边卖个几千 或是单一的摊位 对单一摊位 我们有一次办一个IP的活动 然后连续三周八天的时间 有一个品牌 一个三米帐篷 就是三层三的空间 他八天卖了一百多万 哇 对 就是 但大家可以 就是一个快闪电的概念 但大家可以想象的事情是 户外活动来参加品牌数量的基数有多高 当我十间 二十间 一百间 两百间 同时在一个地点 一个城市 创造出来的营业额 他有多惊认 可是这应该 因为一百多万不是平均营业额吧 对啊 这是以可能特别突出的 但以平均营业额其实都非常的高 在我们活动 因为其实我们活动 我们很了解我们所沟通的目的受众 所以变成说在社群上的操作 或是人流的导入 其实可能询问餐长品牌 他可能跑很多全台的活动 或是参加民众 就我们的活动 都是硬生生比其他活动单位 买气都比较好 多好几倍 就是像上礼拜两百间的品牌 基本上餐饮都是全部卖光 很早就结束了 那连设计的这个产品 设计类型的品牌产品 也几乎被扫控 所以变成就是说 当我们的团队有办法创造 这样的人流 跟这样的消费力 跟购买力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更多谈判的筹码 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在衍生想象就是 我们明年我们开始也会有 也在规划同时会有做 封闭式的售票活动 可能像大家可能很熟悉 简单生活节模式 那我们就在思考 我们刚刚讲到数据 明年的商业模式要售票 再就是百货美食街的模式情况下 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服务 或是一个产品 或是借机的这个界面 把所有刚刚提到的 从购票数据的收集累积 到百货抽成的模式 全部都整合在一起 你不是跟肚肚很要好 你就叫他做啊 我们最一开始的模型 确实是肚肚 就是确实是Henry Henry那边有support做这件事 但因为我们 因为活动它是一个很rough 每个周末都在做 但我们如果是用 每个场次他要建菜单 要有很多品牌不会用post 然后前面的教育时间的成本 还有硬体的成本 每次要导入还有网路 像我们上礼拜活动两天都 网路瘫痪 一定会 因为人太多 对所以说我们在思考的事情是 哇这件事情如果加到 要把它做根本性的改变 而且它可以每次导入活动的时候 对于我们使用者 对于消费者 对品牌要怎么样最快速的操作 所以我们又衍生另外一个 已经开发完了 是芳瑙 对是芳瑙 那我们已经把这个系统开发完 那其实也在上个月 10月的周年 魏武营的周年庆 已经有乱过了 那现在在做一些 比较细部的调整 那接下来会正式使用 就是明年的时候 所以我们接下来 它是embedded在放到现在既有的app里吗 应该不是 应该是另外一套给商家用的东西吗 就是另外一套就是 for我们的系统 那其实这个又衍生是 其实那时候这个系统全部都是台湾的厂商做的 不过以前都没有做给台湾都是外销 那因为台湾没有这个市场可以做这件事 但其实台湾有两千多万人在这个地方 所以是随便说 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在规划商业模式 就是其实我们想要累积这些data 会员数跟数据 那再来是我们想做什么的事情 就是其实我们也想要做电商 也想要做玄屋 也想要做事件 其实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那刚刚提到就不太讲 就是但另外一个下一个商业模式 就是另外两个就是我们接下来 其实也在洽谈蛮多 很多园区来找我们 新的园区或是旧的园区 或是其实我们有在评估是 我们要自己找地盖一个聚落起来 那去创造另外一个各地县市政府 都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夜生活 平常夜生活 夜经济这件事情 其实平常年轻人晚上真的蛮无聊 像我也觉得晚上蛮无聊的 尤其你又是过冻儿 就是办完岛屿餐之后 还跑去续汤的那种人 对所以变成是说 变成是说当年轻受众 或是大部分的受众 其实晚上是要被满足的时候 但这个城市没有提供 这样娱乐的地方或场所 或大家聚集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创造这个场所出来 所以其实园区的规划 或是固定居留规划 我们已经正在进行了 原本我们两年前要进行了 不过因为刚好遇到疫情 我们就把这个计划先占演 我觉得也好 就是我们多了更多时间筹备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夜市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国外很多地方 不管是市集或是商圈或聚落 或是曼谷的夜市 五花八门各种主题类型模式都有 但我们在想的事情就是 我们看到是台湾的夜市 大家都会诟病 就是同质性很高 跟刚刚的题目一样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变得不一样 那我们也在思考是 我们除了这种主题性 有时效性 有稀缺性的活动类型的 在各城市出现的活动之外 那我们会不会有 另外的固定聚集的呈现方式 所以我们明年会打造 就是另外一个新形态的 夜市的活动类型出来 但它就是固定据点 然后我们不讲会取代 但就是会在这个城市里面提供 我们所设定的这个目标受众 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 对所以变成说 对我们来讲是 它的根本性的变化 其实我们觉得它还有 活动这件事情 它有很多可能性 那只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 整合目前现有的资源 我们其实不会一次阶段 就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完 而是我们会分阶段 到哪个阶段 我们觉得资源到了 然后时间点到了 我们就会把这件事情 陆续去做完成 对啊 所以对我们来讲 改变这件事情是 一直我们都有在做的事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透过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其实它不是 只有单纯活动而已 它可以从周末的活动 走入平常的生活里面 然后去解决更多人 在生活上的所需 好 来到节目的最后了 我昨天在教完仿刚之后 我才突然想起来说 好像忘记问你们这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就把仿刚撤回来 又加了一个新的题目上来 就是创业满五年 然后这个时间点刚好又落在这个 你们刚刚结束 在台南的这个代表作 然后这么盛大的 岛屿参作物语 你们的心得感想是什么 我的心得 五分钟 五分钟 最多 五分钟先我们两个好 我觉得我们的感想是 我们正因为 在一开始 我跟Louis都不是念设计 我们第一不是念设计背景 然后也不是活动相关背景 你以前是职业军人吗 我是对 我是念机械的 然后Louis是念语言相关 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在 刚刚的那个节目里面 其实也一直提到说 正因为我们没有这些框架 然后也没有特别被受限住 我们能做什么 而是我们其实到了 一个阶段 想做什么就去试试看 我们可能刚好遇到 一个新的朋友 或是遇到一个新的事物 或是我们看到了 哪些有趣的事情 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想 哇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尝试看看 那我觉得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 然后让我们在做的事情跟内容 还有刚可能跟大家分享 我们接下来这几年 我们会有发展的项目跟目标 想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这五年的感想 我其实在社群上 在上周结束 其实我有分享 就是我觉得蛮奇幻的 那这奇幻的理由是因为 在这一路上 其实我们真的遇到了蛮多 很重要的朋友 然后或者是 不管是从朋友品牌 到企业组 然后到参加的民众本事 都是因为大家把他们身上 我觉得把他们能量 分享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看到 哇原来其实下一个阶段 可以变成是什么模样 所以在上周半 到一参作语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是在 礼拜天一早的时候 我有大哭一场 我就觉得哇 五年这样的 五周年生的礼物 对我来讲真的是 这个时间点跟这个时刻 真的蛮 蛮对我来讲 蛮有纪念性的 那我们在想 就在我马上眼泪擦一擦 就想着哇 那我明年要怎么办 我们明年要怎么样 再创造 创造更新的内容出来 所以 这样想着我没有很感动 好烦恼 对就是我感动的时间很短 但就想着面对现实 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这五年 每一个参与 从不管是品牌 消费者 参与每个活动 各城市的人 大家都是一个支持 我们在做 我们想做画面的事情的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伙伴 我觉得活动 我们会走到现在 不是因为 只有单单是我们的缘故 活动才可以变得这么大 而是 其实我们都一直想着 要怎么样透过 所做的事情 可以达到 大家一起变得更好 大家一起共好 然后在活动里面享受到 大家该享受到的 这个氛围跟感觉 所以我觉得 剩下的时间 就交给路易斯吧 对 就是最感动的moment 或最感动的画面 或最感动的人事物 是什么 是 就最前面讲到的 就是有说 当时我们办完活动 然后那个民众 跑来感谢我们 就是我们为了这个地方 做了这样子的事情 那其实我们 一直在做的东西 就是 我觉得我们自己 很破脸皮的讲 就是我们觉得 我们蛮伟大的地方 就是我们一直在做一个 各地方不被大家看好的 这个场所 我们可以做到 让很多人重新认识它 这样子 那还有的部分就是 从以前五年前 一直跟着我们的这些摊商 他们现在很多都开店了 那我们让这些品牌 他们的在市场的争亡率 下降到最低 然后现在他们都有 很好的一个发展 对 那总结来讲呢 其实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做的是一个 成就别人的事情 他们都被成就了 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成就感 他们也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对 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做 非常不一样 然后很有趣 然后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一直支撑 我们做下去的一个动力 品牌也都非常的感谢我们 这样子 奇幻的旅程才刚开始 来去文创设计 充满热血的前方 还有伟大的航道 等着他们和参与市集的 摊商伙伴表演者 跟着他们一起前行 大南方创新生 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LeHugh的两位创办人 Eric和Louis 来到节目中 谈了这么多 那听众朋友 未来如果有机会 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身份 来参与LeHugh举办的市集 都希望那会是一个 满足自己心目中的生活向往 或者是成就自己 创业梦想的地方 大南方创新生 为大家带来 大南方原生崛起的 创意创业跟创新 请记得给我们五星留言评价 支持创新创业 就要关注 大南方创新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